维修拆卸 HP Pavilion Gaming TG01-000 如何更换检修面板? 拆除操作 卸下将检修面板固定到机箱的 10mm T15 内眉花头螺钉 握住检修面板后边缘上的把手 并向机箱后部滑动检修面板 松开固定突舌 垂直向上提起检修面板 使其脱离机箱并卸下 更换操作 使检修面板上的固定突舌对准机箱上的开口 将检修面板放到机箱上 向机箱前部滑动检修面板 直到其牢固定位与前挡板齐平 装回将检修面板固定到机箱的 10mm T15 内眉花头螺钉 如何更换内存模块?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拆除操作 向下并向外挤压内存插槽拴锁 松开内存模块 向上滑动内存模块 将其从内存插槽中滑出并卸下 更换操作 重要信息 安装内存模块时 一定要使用内存模块中的槽口 与主板上内存模块插槽中的键对准 请物以一定角度或在倾斜方向上安装内存 必须将其垂直插入连接器 使内存模块中的槽口 与主板上内存模块插槽中的键对准 并插入内存模块 向下按内存模块 直到内存插槽栓锁锁锁住 且内存模块完全就位 如何更换扩展卡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拆除操作 重要信息 如有必要 请断开扩展卡上所有电缆的连接 卸下将扩展卡固定支架 固定到机箱的10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旋转扩展卡固定支架 直到它完全打开 如果要拆卸显卡 请从插槽上的锁定突舌上松开显卡 小心地垂直向上滑动扩展卡 将其从主板的插槽中拔出 并将其从机箱中取出来 重要信息 如果您要更换的 不是带有其他卡的扩展卡 使用金属插槽盖覆盖机箱上的开口插槽 更换操作 是扩展卡对准主板上的插槽 插入扩展卡 直至其完全就位 如果您要更换显卡 确保将插槽上的锁定突舌 完全插入显卡上的槽口中 旋转扩展卡固定支架 直至卡核到位 装回将扩展卡固定支架 固定到机箱的10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重要信息 如有必要 请连接扩展卡上所有电缆 如何更换前挡板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拆除操作 松开 将前挡板顶部边缘 固定到机箱的三个固定夹 将前挡板底部边缘的突舌 以一定角度 滑出机箱上的开口 断开照明模块电缆 与主板上的连接器的连接 拆除前挡板 更换操作 将照明模块电缆 连接到主板上的连接器 将前挡板底部边缘上的突舌 插入机箱上的开口 压入前挡板顶部边缘 使固定夹卡入到位 如何更换照明模块 拆除操作 将照明模块电缆 从前挡板上的布线槽口拔出 松开用于固定照明模块支架的四个固定夹 并将其从前挡板上的固定箱上滑出来 松开用于固定照明模块的两个固定夹 并将其从前挡板上的固定箱上滑出来 卸下照明模块 更换操作 将照明模块滑到前挡板的定位箱上 轻轻施加压力 直到固定夹卡入到位 将照明模块支架滑到前挡板的定位箱上 轻轻施加压力 直到固定夹卡入到位 将照明模块电缆 放入前挡板上的布线槽口 如何更换驱动器盒支架 拆除操作 卸下将驱动器盒支架固定到驱动器盒的 7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提起驱动器盒支架 并以一定角度将驱动器盒支架底部边缘的突舌 滑出机箱上的开口 卸下驱动器盒支架 更换操作 将驱动器盒支架底部边缘上的突舌 插入机箱上的开口 并将其降低到机箱上 装回将驱动器盒支架 固定到驱动器盒的 7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如何更换硬盘驱动器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和驱动器盒支架 拆除操作 将电源和数据电缆 从硬盘驱动器上断开连接 在支撑硬盘驱动器的同时 卸下将硬盘驱动器固定到机箱的 4颗7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卸下硬盘驱动器 更换操作 使硬盘驱动器上的安装螺钉孔 对准机箱上的小孔 装回将硬盘驱动器固定到机箱的 4颗7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将数据和电源电缆连接到硬盘驱动器 如何更换驱动器盒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驱动器盒支架 以及安装在驱动器盒中的任何驱动器 拆除操作 卸下将驱动器盒固定到机箱的 9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提起驱动器盒 并以一定角度将驱动器盒支架顶部边缘的突舌 滑出机箱上的开口 卸下驱动器盒 更换操作 将驱动器盒支架底部边缘上的突舌 插入机箱上的开口 并将其降低到机箱上 装回将驱动器盒固定到机箱的9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如何更换电源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驱动器盒支架和驱动器盒 拆除操作 断开主板上的所有电源电缆 从机箱固定夹上拆下电源电缆 卸下将电源固定到机箱的三颗 9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向下压固定突舌 并向前滑动电源 使其从机箱上的固定夹中松开 从机箱上卸下电源 更换操作 将电源与机箱上的固定夹对准 并将其放低到位 向后滑动电源 直到固定突舌卡入到位 将电源电缆穿过机箱上的布线夹 装回将电源固定到机箱的 三颗9毫米T15内梅花头螺钉 将所有电源电缆连接到主板上 如何更换M2固态驱动器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驱动器盒支架和驱动器盒 拆除操作 卸下将固态驱动器固定到主板的3毫米P1十字槽螺钉 使其松开到弹簧张力位置 抓住固态驱动器的边缘 轻轻拉动 将其从主板上的插槽中卸下 更换操作 使固态驱动器中的槽口对准主板上固态驱动器插槽中的键 以一定角度将固态驱动器轻轻插入主板上的插槽中 装回将固态驱动器固定到主板的3毫米P1十字槽螺钉 如何更换MR-Wallet模块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驱动器盒支架和驱动器盒 拆除操作 小心 从Wallet模块上断开Wallet天线电缆的连接时 请务必小心 损坏的电缆或连接器会降低笔记本电脑的性能 小心地从Wallet模块上断开Wallet天线电缆的连接 方法是使用一把小尖嘴钳或镊子抓住连接器 卸下将Wallet模块固定到主板的3毫米P1十字槽螺钉 使其上升到弹簧张力位置 抓住Wallet模块的边缘 轻轻拉动将其取出 更换操作 是Wallet模块中的槽口与主板上Wallet模块插槽中的键对准 以一定角度将Wallet模块轻轻插入主板上的插槽中 装回将Wallet模块固定到主板的3毫米P1十字槽螺钉 小心地将Wallet天线电缆重新连接到Wallet模块 如何更换Wallet天线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驱动器盒支架、驱动器盒与Wallet模块 拆除操作 引导Wallet天线电缆穿过机箱上的开口 将Wallet天线电缆从机箱的固定突舌上卸下 卸下将Wallet天线收发器固定到机箱的两颗7毫米T15内枚花头螺钉 卸下Wallet天线 更换操作 将Wallet天线收发器放在机箱上 使其就位 并装回 将Wallet天线收发器固定到机箱的两颗7毫米T15内枚花头螺钉 将Wallet天线电缆穿过机箱上的固定夹 引导Wallet天线电缆穿过机箱上的开口 如何更换系统风扇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拆除操作 断开风扇电缆与主板连接器的连接 在支撑风扇的同时 卸下将风扇固定到机箱的三颗12毫米P2十字槽螺钉 提起并卸下风扇 更换操作 将风扇置于机箱上并对准螺钉孔 在支撑风扇的同时 装回将风扇固定到机箱的三颗12毫米P2十字槽螺钉 将风扇电缆连接到主板上的连接器 如何将CMOS恢复到出厂设置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前挡板、驱动器盒支架和驱动器盒 步骤 小心地将CMOS电池 从将其固定到主板上的插槽固定夹中松开并取下 等待30秒钟 小心地将CMOS电池固定到主板上的插槽固定夹下 现在已重置CMOS出厂设置 重要信息 完成此步骤后 您需要进入系统BIOS 并要在BIOS中重置时钟 如何更换散热器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拆除操作 将CPU风扇与主板上的连接器断开连接 注意 散热器的编号与以下四颗螺钉相邻 按数字顺序 凝松将散热器固定到处理器的四颗T15内煤花头紧固螺钉 垂直向上提起散热器 使其脱离处理器 并将其从机箱上拆除 更换操作 使用酒精棉签 小心地从散热器和处理器上清除散热膏 根据您的特定处理器的单独规格 在处理器上涂抹新的散热膏 将散热器上的螺钉孔 与主板上的支柱对准 并在处理器上放下散热器 使其就位 按数字顺序 拧紧将散热器固定到处理器的四颗T15内煤花头螺钉 将CPU风扇连接到主板上的连接器 如何更换CPU、英特尔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2.5英寸存储驱动器组件 CPU风扇和CPU散热器 拆除操作 向下按CPU启重杆 将其从固定凸舌中松开 然后向后拉动 从插槽中取出加压板 重要信息 在拆卸CPU之前 请确认插槽和CPU上的引脚一三角形 重要信息 处理CPU时 请误触碰CPU触点 小心地垂直向上提起CPU并将其从插槽中取出 更换操作 将CPU上的引脚一三角形对准插槽上的引脚一三角形 小心地放下CPU 使其在插槽中就位 向下旋转加压板 将其重杆锁定在固定凸舌下方 使CPU固定到位 如何更换CPU AMD 准备工作 拆除检修面板 风扇管道和散热器 拆除操作 将处理器启重杆从固定凸舌中松开 并向后拉动 松开处理器 重要信息 在拆卸处理器之前 请确认插槽和处理器上的引脚一三角形 重要信息 处理处理器时 请误触碰处理器触点 小心地垂直向上提起处理器 并将其从插槽中取出 更换操作 将处理器上的引脚一三角形 对准插槽上的引脚一三角形 小心地放下处理器 使其在插槽中就位 小心地向下旋转加压板 并将其重杆锁定在固定凸舌下方 使处理器固定到位 如何更换主板 准备工作 卸下检修面板 扩展卡 前挡板 驱动器盒支架 硬盘驱动器 驱动器盒 固态驱动器 Wallet模块 系统风扇 散热器和CPU 拆除操作 重要信息 仔细记录所有连接到主板的电缆位置 以便稍后装回 从主板的连接器上拔下电源电缆 从机箱固定夹上拆下电源电缆 卸下将主板固定到机箱的7颗9毫米T15内枚花头螺钉 小心地提起主板的前边缘 将其从固定突舍中松开 向前滑动主板 将外部连接器从机箱的开口中拔出 提起主板的后边缘 并将前边缘小心地从机箱的开口中取出 拆卸主板 更换操作 将主板的前边缘以一定角度插入机箱前面板的开口中 并将主板后边缘的外部连接器滑入机箱后面板的开口中 将主板上的螺钉孔对准机箱上的螺钉孔 并向下按主板的上边缘 使其固定在固定夹中 装回将主板固定到机箱的7颗9毫米T15内枚花头螺钉 将电源电缆穿过机箱上的布线夹 将电源电缆连接到主板上的连接器 重要信息 更换主板后 请确保完成所需的安装后任务 其中可能包括 验证计算机的功能 更新BIOS 更新DMI和其他设置 马上回馍 又来 回馨 吃 有人 都